你之前是有講過單身經濟好像是國安危機,對總統福利可不可以幫我們再講 那你應該問這個在旁邊這位 就是其實在台灣來講,大家也慢慢注意到就是這個男女雙方結婚的年齡越來越晚 然後這個生的小孩越來越少 那我想這個跟台灣的整個社會會加速人口老化也都有一些關係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議題 那我想講國安危機現在是目前來講還是有點太早 不過長期如果這個人口老化的趨勢持續下來 我想我們會面對很多的社會問題 所以政府應該有什麼樣的補助方式或是一些政策的鼓勵方式 我覺得就是當然我們希望能夠是有這個家庭幸福 那事實上現在政府的一些補退政策大部分都是針對這個家庭 就是有小朋友的人給他這個生育的補助 那好像還沒有對這個鼓勵結婚有一些補助 那你如果結婚就可以算兩個人 那我想這某種程度也是有鼓勵大家能夠盡早來成家 多謝 你還不是說什麼 我客人ным提醒到帶來 我客人的部員都想要謝謝你 你不用再說聯絡 我客人的人也不是說 怎麼說的 我客人的接受聲明 我客人的接受聲明 你不讓你看